大家好,欢迎来到飞飞的家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简单的家常小炒,彩椒肉片 肉片在开水里溜一下,再和含有丰富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彩椒一起炒 用油非常少,营养又健康,肉片滑嫩,非常可口下饭 现在来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吧 这是一块大约300克的里脊肉 先将里脊肉切成1毫米左右的片 将切好的肉片放在一个大碗里 放入腌料 一大勺料酒 四分之一小勺的盐 八分之一小勺白胡椒粉 一小勺生抽 一小勺白糖 一个鸡蛋清 然后,用手使劲抓 抓至粘稠的状态 这样,能使肉更入味 再加一大勺玉米淀粉 接着,再用手使劲地抓 抓成这样就可以了 最后,加一点油 用手轻轻地抓均匀 用油裹住肉片 这样,煮出来的肉片才会鲜嫩多汁 盖上保鲜膜,放在一旁 腌半小时左右 腌肉的时候,来准备辅料 准备几个黄彩椒 红彩椒 和青辣椒 将彩椒从中间剖开 去紫 然后,切成片 装入盘中 备用 再准备一些佐料 几个干红辣椒 切成小段 一小块生姜 切成片 两半蒜 切成片 一根蒜白 切成斜段 然后,都放入盘中 备用 再用熟食菜板 切一点青葱圈 放入小碟中 备用 这就是这道菜的所有食材 先用大火煮一大锅水 水开后 下入肉片 用筷子 轻轻将肉片划开 尽量保持肉片的完整 肉片变色后 捞出备用 千万不要煮的时间太长 否则 肉片就不嫩了 另用一个炒锅 倒入一小勺菜油 放入佐料 葱姜蒜和干辣椒 炒出香味 加入彩椒片 翻炒一两分钟 翻炒一两分钟 加一点盐 调味 再加一点生抽 翻炒几下 就可以加入煮好的肉片 将肉片和彩椒翻炒均匀 放一点鸡精 继续翻炒 最后 加一点水淀粉勾芡 翻炒均匀 撒一点葱花 就可以出锅成盘了 看看 色彩鲜艳 清香扑鼻 肉片看着就嫩 真是味色俱全 尝一尝 肉片非常滑嫩 彩椒依然脆脆的 略带点辣味 非常好吃 一点难度都没有 试试吧 好啦 今天就分享到这 谢谢收看 下集见